接下来为您播出道德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3年5月7号 一起诡异的报案让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南路刑警队的民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一天他们连续接到两个女子的报案 一位名叫贾燕丽的女子要举报的是自己的准新郎 另一位女子白杰报案时提到的是自己以身相许私定终身的男友 当时有两位女士吧 一个是白女士跟一个贾女士 然后对报案就说是他们两个人被同一个人给骗了 贾燕丽和白杰称被同一男子所骗 这个人名叫张海 贾燕丽和白杰都是外地人租住在太原 他们之间本不该有任何关联 却因为今年张海的种种怪异举动 开始寻找对方的存在 贾燕丽和张海已经准备结婚了 而就从今年开始她发现张海的电话很多 而且都是女人打来的 在贾燕丽心里张海是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高富帅 虽然今年张海的工程遇到了难题 但是张海答应只要工程一完工 马上就办婚礼 我曾经怀疑过那是不是这样心理呢 可是男友说的工程官一哈领我得救救 然后我就说我就等一哈 今年张海说自己的工程遇上了困难 要贾燕丽帮帮她 贾燕丽心想人都是自己的了 借点钱给她又算什么呢 嫌疑人和承诺贾谋 就是她办完一件工程之后 得到预付款就马上结婚 利用这个把受害人一步一步的 要跑工程需要应酬 一步一步的向她赎要钱财 赎后赎要了三万余元 逐渐张海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如果多少时间那就非要问个加钱 可是这个是咱们钱了 那就要朝的要他们分手 最后就联系不上了 当贾燕丽把信用卡全部透支 首饰全部变卖之后 她和张海的关系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再也联系不上了 贾燕丽突然想起和张海通话频繁的那个电话 她开始觉得张海的消失 是否和电话背后的这个人有关联呢 贾燕丽觉得呀 一定是有一个人阻碍了她和张海的关系 那这个人是谁呢 她想通过张海留下的蛛丝马迹 找到这个人 只有找到这个女人 才能找到消失了的张海 可是贾燕丽不知道啊 此时这个女人也正在千方百计的寻找她 本来是互不相识的两个女人 却因为一个男人张海 命运被联系在了一起 他们两个人都相信 只要找到对方 就能找到自己苦苦寻觅的答案 贾燕丽想要寻找的这个女人 同时也在苦苦的寻找贾燕丽 她就是白姐 2012年10月 白姐在火车上认识了张海 感情生活正处在第一潮的白姐 很快被看起来像是高富帅的张海吸引了 她说她是搞工程的 就是承包了个太阳式的城市绿化工程 她完全把自己的幸福向往寄托在了张海的身上 白姐女子对她自己的家庭比较不满意 想找一份寄托 两个人就经常上网聊天 电话聊天 逐步的取得了这个女的信任 并且其间也互相发生了关系 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张海开始向白姐索要钱物了 白姐面对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如何能拒绝她的要求呢 让白姐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如此真心付出 换来的却是张海的薄情寡义 从今年年初开始 白姐再也拿不出钱了 而张海也像影子一样 一晃就在她面前消失了 自从今年年初我就再也联系不上她了 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 后来就挺急了 白姐觉得张海一定是有了其他女人才离开自己 贾燕丽和白姐都在寻找自己眼中的第三者 直到两个人接通了电话 我把电话打过去以后 直到是哪 然后就炒了半天 后来因为我直到哪是第三者 后来说的说的 难受哪还好久时间 好长时间没联系哪的 我掉了就不对劲了 本以为见面后两人会争吵甚至思打 可出乎意料的是两个人见面后异常的平静 并相互鼓励起对方 因为他们同病相连都已经几个月找不到张海了 贾燕丽和白姐通过对比手机记录发现 张海不仅同时在和两个人交往 而且都骗走了不少钱 两人最终决定报案 为了还被害人一个公道 和平南路刑警队王邦华队长很快展开了调查取证工作 然而张海的确就像影子一样 自从贾燕丽和白姐不能为他提供金钱的支持后 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贾某已经是把自己的投资卡向朋友借的钱 他本身是个打工人员 经济也不太富裕 自己已经是把积蓄朋友该借的都已经没什么能力 再去给他垫钱 张海消失后 他用过的手机号也成了空号 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他 要找到这个像影子一样的男人 如同大海捞针 在抓捕过程中 这个人该人是手机通讯电话完全没有 就扣扣号扣扣也不上 就完全失去联系了 民警分析张海的主要目的是图彩 他对两名受害人的感情不深 要想通过感情牌让张海现身几乎不可能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掏出一个诱饵来 让张海主动上钩 推测了一下嫌疑人的心理 他还是想要钱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是围绕钱 所以如果我们让他在QQ上面发一些信息 比如说咱们好好过吧 没钱咱们可以想办法 一起开个小卖店了 或者说服装店了 再一起挣钱 我带QQ号上很大留言 说我们收拾有点钱 在那回来 然后我们得来个好好过日子 大约二十天左右 这嫌疑人回复了一条QQ 陈希回了老家了 当张海提供见面地址后 和平南路刑警队的民警迅速出动 对张海展开抓捕 然而张海归案后 他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反而说自己才是罪冤的人 张海说 自己对贾燕丽是有真感情的 不出这些意外的话 他们可能已经结婚了 提到钱的问题 张海称 这些钱只是暂借 根据警方的调查 张海根本没有经营任何工程 他曾经拿给贾燕丽看的一份工程合同 也是伪造的 工程文件也是伪造的 这工程根本不存在 我们事后向市政公司了解到 这项工程根本不存在 张海曾经答应贾燕丽 做完工程就结婚 做完工程就结婚 可这工程本身就是海市蜃楼 又怎么能等得到结婚呢 对于白杰 对于白杰 电话好就是他人几乎贴天都会打电话 哎呀 所以就了解怎么太有问题了 这是张海太有问题了 因为就是见面了 就是电话 电话好 我们信任何 就是张海口中这个平常打打电话 不太熟悉的朋友白杰 把自己的首饰都卖掉 来支持张海创业 他却不知道张海拿这些钱究竟做了什么 把这个钱用于打麻将赌博 贾燕丽和白杰都曾提到 张海因为母亲过世需要打理 问自己借过不少钱 可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张海的母亲还健在 其中有一次就和我说呢 他妈死了 要钱了 他母亲确实去世了吗 没有 爷爷活得好好的钱 那他就因为这种好年 对 那天是这个白女生的这个钱财 张海还说自己是个孝子 他自从进了看守所 每天都担心自己的母亲 张海口口声声地担心母亲 却编造母亲去世的借口 骗人钱财 虽然他失口否认 咱们呢也先不论 他到底有没有说过 母亲去世这种话 就单论张海现在的所作所为 母亲如何能活得踏实 活得安心呢 不仅如此啊 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 张海呢还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而且有一个女儿 张海像影子一样 游走与多个女人之间的时候 是他年过六旬的老母亲 在替他照顾着孩子 我们不禁想问张海啊 你这个孝子到底是怎么当的 民警告诉我们 无论张海如何狡辩 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构成了诈骗罪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张海回想起过去和贾燕丽的那段生活 似乎也有了新的感触 也挑过 也有过 我让公共立的时候 我们无从知道张海是仍在表演一出戏 还是真的已经幡然悔悟 答案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案件终结了 贾燕丽和白杰也终于可以放下心里的包袱 开始新的生活 民警一再提醒 爱情是美好的 但永远不要掉以轻心 希望广大女同志 今后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变变是非的能力 今后 千万不要被 翻去行人的华言乔语 蒙蔽了眼睛 蒙蔽了心事 露入翻去行人的圈套 看看人家民警说的多好 在谈恋爱中 凡是女性容易吃亏上当的 都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是轻易相信男人的话 不了解不打听 连南方的底细都不知道 就匆匆的以身相许 自以为遇到所谓的爱情 殊不知这些被甜言蜜语包裹的爱情 正是一个个骗财骗色的陷阱 第二呢一旦发觉男方以各种理由 要钱要务实 就应该提高警惕了 可这些女人呢 不分析不了解 就连张海说自己母亲过世 这样的荒唐理由 都能够相信 实在是可悲可叹啊 而张海呢 他游走在各种女人之间 用一个个并不高明的谎言 骗财骗色 随着呢将骗来的财物是挥霍一空 他不仅忘记了一个做儿子 做父亲的责任 更失去了一个做男人的尊严 和做人的道德底线 我是徐俊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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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